1903年在台南夏营区诞生了台湾近代美术界的伟人 颜水龙 颜先生一生致力于台湾工艺美术的推动 为后世造就无数英才 此外他本身的艺术作品也成就非凡 在台湾原住民以及自然风景的描绘上 更是带出颜先生对于台湾的人文关怀 为了感念他的贡献 因此后人在夏营区设立了颜水龙纪念馆 在这里可以一览颜先生的作品 也可以到颜世家庙寻幽房谷 看那墙上的马赛克壁画以及油画作品 是否勾起你心中那一丝对于人文关怀的共鸣呢 请多谢观看